积极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9月18号和花莲县环保局联合举办的秋季浸灯活动 九河局长谢明昌表示 南宾公园已经成为在地民众还有观光游客 喜欢前来看海赏景的地方 环保志工会定期在这里巡逻维护环境整洁 同时也希望透过浸灯的活动 号召更多人一起来爱护这片美丽的海岸景观 积极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打造南宾案提成为花莲市的热门休闲景点 环境整洁维护更是重点工作 除了每个星期固定有志工前来巡逻捡食垃圾 九河局也会同了花莲县环保局举办秋季浸灯活动 我们跟花莲县的环保局共同来举办 这个联合秋季联合浸灯的活动 九河局就号召我们的志工 跟我们南宾海底的这两单位 集安环保协会来共同参加 华莲县政府他们也有志工朋友 就由县府的环保局跟他们号召他们的志工共同来联合浸灯 那主要的目的就希望把这样这么美的一个海滩 能够维持的更好更美丽 九河局的环保志工和县政府环保局的志工大队 以及社区环保团体热情的参与这场秋季浸灯 各组带开从最远端往回走捡食垃圾 虽然平常都已经在做环境整洁工作 但是在岸石和草丛当中还是可以捡到不少垃圾 而且大部分都是游客水手留下的饮料食物包装蛋 九河局希望透过各种宣导与浸灯活动 让民众可以感受到海岸景观维护的重要性 共同来营造美好捷径的海岸环境 其实南比海底从我们把它改造成这么漂亮的一个海岸之后 其实来这边的民众越来越多 我们发现过去是一般的市民 现在非常多的观光客都来到这边 那从浸灯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发现大型垃圾已经不多了 比较多的是一些小的垃圾 比如说像烟蒂啦 宝特瓶啦 等等 那当然有些民众他还是习惯性的来到这边之后 还是会把垃圾放置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其实在浸灯过程当中 其实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宣导 加强宣导 所以浸灯是除了把它亲近以外 我们希望另外透过一些共同参与 让大家知道这里有哪些垃圾 然后也能够呼吁民众把这些垃圾带走 借旅会欢迎市报导